有情侶在家中嬉鬧 把花給丟到一樓 没想到意外引发跟路人的口角 对方气不过 找了六个朋友来助阵 是又吵又打的 直到警察喷辣椒水 才将他们制止 而另外呢 在树林的一间卡拉OK 则是有酒客不满店家服务态度 奋而持棍棒来砸店 一群人深夜大阵仗 为事叫嚣 远警到场 他们情绪人相当火爆 警察大声喝斥没用 只好喷洒辣椒水制止 辣椒水发挥作用 这群人这才乖乖的 而他们火气会那么大 只因为有人在楼上乱丢花 引发冲突 15号凌晨三点多 一对情侣在新北戏纸的家中嬉闹 把花从二楼丢到一楼 散布的科系男子发现 想把花移到路边 却莫名遭到情侣谩骂 他也火了 找来六名朋友助阵 双方从洞口变动手 越演越烈 大半夜闹事的还不止这一桩 新北树林还有卡拉OK被猛砸 嫌犯持棍棒砸电后 还想逃 警方追上去 将人逮捕 他14号晚上和朋友 一起到卡拉OK喝酒聊天 因不满店家服务态度 隔天深夜竟然伙同朋友 拿着棍棒回到店家一阵怒砸 门窗玻璃毁的毁坏的坏 好在没人受波及 喝了酒闹事 嫌犯一伙五个人 通通被移送法办 得为自己的失控行为 付出代价 记者新北综合播导